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五 股市持續反覆受額 而且12月份已經初情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 而且指數也創了今年度的新低 待會在座分析,先看看今天的市況 昨日早市恒指先是高開89點到16919點 之後曾經輕輕升上16941點 但沒有法指再推進 買盤不足是最主要的原因 加上沽壓浸漸的容易 結果指數一到低限16617點 相對早來說,這一分鐘跌了213點 接近末段時間有少少斷定 恒指最後收了16646點 都跌了1884點 成交金額1063億 先看看10月份的市況 暫時只是過了兩個交易點 指數是由1號高位17,038點 跌至4號低位16617 即是在兩天內指數跌了421點 由於一個月的高低位 是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交易點之內 加上421點波幅是小的 不能夠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即是在12月份剩下的交易點 絕對有更大的波幅點讓我看到 到底是突破17,038點再向上行 或是進一步向下穩低位 多看幾天我們就知道了 但講到這方面 先要看看移動線方面的佈局 經過這幾天的反覆下限後 所有平均移動線的走勢 已經出現一個倒序模式 即是250天線在最上方 往下看是100天、50天、20天和10天線 而恒指就在最下方 單單看報局已經是一個標準下限的形態 最低的移動線是10天線 現在在17,333點 很簡單說 大使如果要擺脫不斷向下沉底的威脅 第一個條件也是首要的條件 恒指一定要回到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這是最基本最基本 如果能夠進一步突破20和50天線 就更加理想 但按照現在的情況來說 機會不敢說沒有 暫時來說似乎不太高 因為以指數收到16,646點 距離10天線17,333點 真是比較遠 用深圈計算下去 差不多有600多點 12月份在月初已經出現一個反覆下沉的形態 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分開來說 如果月初不斷向下沉 其實去到月中可能應該會斷定 甚至有機會略為做少少後抽 至於恒生指數能不能夠突破1號高位17,038點 就下回分解了 說到這一點 首先要看主要恒指成份股的表現 包括騰訊、巴巴、美團 這三個新經濟股 多不知匯控、友邦這些 亦都極具影響性 其中又以巴巴和美團的影響性比較大 因為近期來說 巴巴股價已經跌到70元的頭 佔了恒指成份8% 美團更加不細講 已經跌到80多元 佔了恒指成份5.84% 這兩隻新經濟股 亦都同時恒指重廣的成份股 一日持續反覆受壓 指數很老實講 不可能是穩定的 所以大家都是要看這兩隻股份的表現而定 12月份傳統來說 或多或少有些粉色儲槍的效應 那就是說 12月初如果在上旬的時間 或者初旬的時間 市況跌得比較明顯的話 去到中旬可能會稍微有少少鎮定 亦都不排除有些維穩的買盤出來 稍微維持跌追 但即使是這樣 廣股的勢頭都是弱的 這點大家都有夢到 仍然是那句 可能大家都聽得太多了 暫時來說 我想盡量保留現金 因為今年的市場 是由1月27日的高位22,700 去到昨日的低位16,617 波幅已經擴闊到6083點 但相對過去幾年來說 這個波幅仍然是小的 好了 早前分析 我就講到這裡 試試看 用來問一下 看看 最好的 在這裡 給你們看 我看